全新观点 全球首选 欢迎收看地球那一端 您好 我是钟继荣 全球疫情肆虐之下 餐饮业生计受到重创 日本一年之内两度发布紧急状态 要求民众尽量不要外出聚餐 疫情开始之后 全日本倒闭的餐饮店 更是超过了900家 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这当中却只有一种餐厅 写下逆转奇迹 那就是烧肉店 疫情之下 民众舍弃其他餐厅 纷纷转往烧肉店消费 全是因为这烧肉店有秘密武器 为了散去浓厚的烤肉味 烧肉店的通工设备 比一般的餐厅来得更好 考客们认为 吸走油烟的同时 也能够吸走病菌 实测更发现 烧肉店的空气流通频率 是一般餐厅的6倍以上 烧肉在烤盘上被逼出诱人油花 烤得微焦的牛舌肉质依旧弹嫩 日本是举世闻名的烧肉大国 全日本烧肉店加起来 一年营业额高达约2650亿台币 美味 然而过去烧肉店给人肉盘堆满桌 服务生满场跑的印象 现在导入新装置 回转寿司烧肉板 更卫生方便了 还有一转头 悄悄靠近的是一台送餐机器人 透过机器人服务 顾客和店员的接触 因此奏减八成 日本知名连锁居酒屋和明 去年10月 在各家餐厅 正被疫情打得落花流水时 竟大胆决策 将旗下三分之一居酒屋 转型改造成烧肉店 正向决定震撼日本餐饮界 全年域で280%と大きく增加 おかげさまで 据统计日本疫情以来 超过900家餐饮店倒闭 创下历史新高 唯独烧肉店倒闭量 创历史新低 全日本2020年 破产的烧肉店有14间 不管是店面数 还是负债金额都创10年新低 2012年最高点 是因为当年爆发 连锁烧肉店食物中毒事件 疫情下日本人 毛起来嗑烧肉 背后原因 你大概想不到 烧肉店里大量吸走油烟的设备及管线 韬客相信空气中飘散的细菌病毒 也会一并被吸走 以为这是心理作用吗 实测的确显示 烧肉店的通风状况 也就是室内空气会完整换新的次数 每小时16.5次 比起一般餐厅 每小时2.5次多出6倍以上 更有烧肉店主打 平均每2分30秒 整间店的室内空气 就会换新一次 烧肉店爆红 成了腋下宠儿 各种新吃法也应运而生 有餐厅推出独门酱料 一边烤 一边让粘料与肉片油脂结合 不必二度调味 甚至怕多人共识分享病毒 一人烧肉店正夯 但当日本迈入烧肉战国时代之际 东京郊区 今见一座厨房坟场 大型制冰机 餐厅才会有的专业烤箱 甚至是生鱼片冰柜 五台大型冰箱堆满一面墙 这些要价不便宜的厨房机具 都被餐厅低价抛售 统计显示 倒闭最多的餐厅种类 居酒屋第一名 分岸拥挤 看似通风不良 使得居酒屋在日本 一度被冠上毒窟印象 然而中华料理店 恐怕是因病毒来源国歧视影响 也高居新冠导电率第二名 而多提供生食的日本料理店 也因卫生问题让民众却步 无数餐饮店在生计与防疫间拉扯 日本NHK请专家实测得出数字 餐厅一旦座位数减少五成 群聚感染发生几率就会骤降40% 但同时店家也得承受 营业额下降15%的损失 干杯 为了洗刷负面形象 居酒屋找寻生路 把店内人切料理 真空包装宅配道府 三五好友改约线上聚餐 还能自己选座位 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人烧肉组合 不只有烤肉架 还附关东煮料理器具 以及温清酒设备 疫情后推出立刻秒杀 最狂的 简单定食 白饭海苔 以及生鸡蛋热狗 烧肉大餐配牛奶 既然政府呼吁提早打烊 夜者干脆早上就开门一夜 把烧肉当早餐吃 日本人可乐得很 烧肉也打破现场吃 才好吃的刻板印象 烧肉升级高档牛排Fu 推出豪华便当 而街头更出现烧肉得来素 坐在车内点选想要的餐点 店员立刻现场烤出香喷喷烧肉 装进外卖盒后亲手送上 谁能料到一场疫情 催生烧肉商机百花齐放 但五花八门噱头 都不敌最简单王道 就是通风良好 出乎意料的制胜关键 让餐饮业一片冷冽寒冬中 烧肉店独享春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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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